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Radioactive 鏡頭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個輻射鏡 英文叫 Radiative 的鏡頭 這支鏡頭 大約是 40-70 年代 那時候 比較多這個做法 那時候因為 環保利和各方面 都沒有那麼多的限制 其中一樣 加了稀土的玻璃裏 做出來的鏡片 它的通透情況 以及色滲 是會減少的 節食率也有增加 變成了 用起來 就比較漂亮 拍出來的相片 尤其是拍黑白相片的時候 那個情況 比較顯著一些 過度 灰階 都是比較豐富一些的 至於你說 這個 Radiative 會不會對人體有影響呢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你的相機本身 就已經擋了那個輻射的情況 而且鏡頭的輻射 只是在前面那裡 才會有的 另外 也會被空氣吸收了 就算是皮膚 都會阻擋了那個輻射 而且身體會把這些輻射 會自動分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不會24小時 拿著鏡子對著自己的 有時候 比如說 有吸著 鐵盤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這個情況了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支 鏡頭 這支 跟 Radiative 那支 52 其實是同一款 但你看到 其實 它的 玻璃是沒有黃色的 那 當我用 Detector 去 Detect 它的時候 其實它是沒有反應的 沒有反應 跳都不跳一下 那這個 就是 大家同樣 是一支 Leica 52 第一代的鏡頭 但是 這支是沒有 Radiative 這支是沒有輻射的 至於另外一支 這支 你會看到 因為我特意配上白紙 你會看到 它是會 黃很多的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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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很多的 那這裏呢 就是這支鏡頭 它的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打側望 那個黃色的情況 就更加嚴重 那這裏呢 譬如說 你試一下 拿東西放進去 Detect 它 就會發覺 有了 那這裏呢 那這個呢 其實是Detect 到 雖然大家是同一支鏡頭 但是呢 嗯 它是 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這支真的有黃色玻璃 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特徵呢 就是說 拿一個Detector 這個 輻射的 測試儀 去 測試的時候 發現它是有輻射的 那當然啦 這個主要 你其實 蓋上蓋子 就已經是遮蓋了那個 輻射的了 那對於人體呢 是沒有害的 那這個你也不需要擔心 那現在你看一下呢 兩支鏡頭一起比較呢 那你看到呢 左手邊那邊呢 就是沒有什麼黃色的 而右手邊那支呢 是有一點點的 那刻它要動去呢 你會看到那個分別 這支是有VD Laptor 這支是沒有的 那 講一下這支鏡頭 大約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呢 那因為它呢 就灰階豐富了 那變了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呢 就喜歡用它來拍黑白的 很多時候就是說 這支 VD Additive 的 52 那配一個 Molocone 無論是CCD版本 或者是CMOS版本 都同樣是這麼漂亮的 拍出來的東西 灰階豐富的 層次分明 那就是這支鏡頭的特色來的 那如果你喜歡拍黑白的 不妨考慮一下這支鏡頭 射合黑白的 constructed 自己新 outreach 就築在美國 會做得真是 離譜的 兩個燈 計畫 Rogan emergencies 座 scheduled dade 更多關於攝影器材的資料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的兩間店舖 其中一間就是在利威商業大廈 黑德道利威商業大廈 還有一間就是在香檳大廈 我們有器材、鏡頭、相機 你可以親自去感受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多謝你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